除了如素之外 亲近在源头环保爱地球 来自全球12个国家 300多位的环保志工 分组到台湾的各个环保站来研习 学习台湾的陈迹人 做环保的经验 环保志工的一日生活 转变为学习教材 环保站不单是资源回收点 正是一个充满词迹人文的地方 不论是人物故事还是过往历史 当中的爱与感恩 让来自海外的环保干事学到不少 因为有爱 因为有陪伴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感恩性的做中心 就是有爱这样子才可以留住很多人 当时都是懵懵懂懂的 我就来做了 但是一做以后就觉得 做环保不是这么简单的 它其实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特别拜访阿采爷爷 只有两瓶大的环保点 由他一手打造出来 现代版采工宜山的活招牌 更带给大家无限省思 在做的过程当中 他不仅仅在做环保 他还都在做别人心灵的环保 他甚至于在回收资源的同时 还会去跟别人去分享 甚至于去教育别人 去净化他们的心灵 从自己自身的家里开始做起 然后再来召我们左邻右舍 然后再一个接一个的进来做 外事起头难 从经验中学习 环保这条路要走得顺 走得长久 只要有心就不难 大爱新闻这下美志工台北报道